一根羊线改变信仰 如果不够 那就两根 大家好 我是钱道 今天是2021年的4月19号 星期一 咱们继续钱道论谷 还记得上周的时候 是一天杀一只白马 到了4月15号 一天居然杀了一匹白马 但是奏的时候我们发现 白马股的下措的势头 是有所遏制的 市场的成交量也开始略有放大 而在指数调整之际 北向资金更是力势加仓 而到了今天周一 市场在经历了反复的摩底 成交量萎缩之后 做多的信号开始释放 创业版纸长阳暴涨 深层纸护纸也是低开高走 都收出了中阳线 虽然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放量 但是市场人气恢复非常的明显 创业版拉升 那是因为锂电池和新能源板块 强势上造 华为第一辆车来了 充电10分钟 续航197公里 燃爆了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格局 其实非常的简单 无非就是聚焦在两大产业的升级 一个就是新能源这一块 通过锂电池代替燃油车 第二个就是无人驾驶这一块 也就是说未来的汽车 就是一个系统完备的计算机系统 华为做的就是汽车的智能系统 它并不是做整车 虽然目前的技术 还没有到非常完备的阶段 但是已经是目前世界的最顶尖头 直接媲美特斯拉 华为第一辆车 就使得无人驾驶概念掀起了掌听槽 这里面当然主要还是 短线资金跟风炒作的结果 但是无人驾驶 那是一片巨大的南海市场 在华为汽车的带动之下 预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应该会具备长期回升的潜力 可能会成为2021年的风向标 大家也看到了 4月就剩下差不多七八个交易日 5月很快就会来临了 中国股市有一句老话叫做 五穷六决七翻身 那为什么A股市场对5-6月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历史包袱呢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往年一季度 行情一般都是比较好 很多投资者因为业绩带动 在三四月份赚了钱 那么市场上就累积了太多的获利盘 在二季度的时候获利盘回吐 这就使得五六月份没什么行情 但是今年可能就有些不太一样 今年大家也看到了 农历开年以来市场就一直是杀估值 一季报出来以后又是杀业绩 从二月份开始就出现了一波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 这就使得未来红五月出现的概率 是大大的增强了 而且最近国际市场的表现 也是越发的风云诡决 让人看不懂 这两天原本强势反弹的美元指数 是连续遭重挫 那么美元回流之路就收阻了 一路暴涨的美债收益率 这也是继续走低 这还是在美国经济数据 转好的情况之下 美债收益率居然下降了 这就使得美股是继续的上涨 创出的新高 市场仿佛对通胀 突然又有些乐观起来了 而A股今天盘中 北向资金的净流路 已经超过了150亿元 起底的信号非常的明显 一根阳线改变信仰 今天的长阳线 无疑是给了市场信心的 当然如果一根不够 那就两根吧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还是要密切去 关注成交量的变化 但是有一点咱们可以确认 就是短期来看 行情即便是不能够展开 持续性的突破 但是呢 缓慢攀升的态势 仍然是值得咱们期待的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明天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